为让传统艺术激荡出的《魔幻火花》 让观众感受到科技和传统在艺术中碰撞出的火花 国光剧团的年度新制作《魔幻双出》 2023年9月16日,17日两天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演出 以《死生一梦》及《阴阳双照》两个主题 韩阔是齐皮冠 《傀儡换戏》、《法子都》、《活桌》等四处的剧目 结合前台的互动式科技体验活动 激荡科技与传统艺术的火花 关于魔幻,王安琪艺术总监表示 我们虽然透过戏去探究死生阴阳的大灾问 但毕竟谁都没死过 其实谁都没有答案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演员在台上展现他们 用一身不断精粹的京剧武功 他们本身就是最大的魔幻 京剧艺术是以演员为中心的艺术 演员身上深厚的传统艺术功底 是传统戏剧演出的核心 国光剧团以此为本 将京剧的写意精神结合当代思维及剧场实验 融合现代剧场的视觉美学 展现出剧场、剧情、概念上多重意义的魔幻 国光剧场 国公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一旦转换观演视角 文化遗产或可以退去制式外衣 自在悠有于当代 这出戏是我力邀来台中演出的 请大家一定要让它满座 歌剧院艺术总监邱燕表示 两年前她在台北看了《法子都》 《活捉》两出戏 非常喜欢国光剧团将就的折子戏现代化 保留了传统的精致 更深入探讨人性情感 同时挑战现代人的美感和价值观 《魔幻双出》不但适合第一次进剧场的年轻人 也会带给老戏迷全新的感受 此外 观众还能参与前台的特别体验活动 入场看戏前 体验AI绘图技术 进一步感受科技和传统在艺术中的碰撞活化 记者邹志忠报道